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警报 我是唐吉安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凯尼今天宣布两年内招募超过350人真材计划 半导体人才荒拉警报 人才缺口3.4万人创7年来新高 同期推新品抢公开雪潮 第一季营运天动能 GoGo正式今年第一季有望到海外挂牌 来关心台股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律趋环 欧美股周二上涨 台股今天也大涨回应 指数开高大涨超过200点挑战月线 台积电带领电子股上攻 传产股多头重心仍是航空类股 法人认为俄乌情势若持续朝正向演变 台股渴望续扬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台湾半导体人才荒拉警报 104人力银行16号公布的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受惠于晶片荒 2021年Q4半导体业平均 每月工作数达3.4万 人才缺口创7年来新高 英特尔15号宣布将以54亿美元现金 约新台币1500亿元收购全球第九大晶圆代工厂 以色列高塔半导体 英特尔也将一口气取得位于三个国家的七座半导体厂 分析指出英特尔有机会一举挤进全球晶圆代工业第六名 目标是追赶台积电 日本饮料大厂麒麟控股16号宣布 以约10亿美元 约新台币278亿元的价格 将其与中国企业华润集团合资的华润麒麟饮料 百分之四十股份出售给普陀 中国紫光集团破产重整 根据大陆商业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 紫光集团旗下核心子公司 紫光展瑞法令代表人 由赵伟国变为吴胜武 同时吴胜武接替赵伟国的 紫光展瑞董事长一职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超商越来越多元 除了复合式更朝向超市化 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超商龙头同一超在上个月 就开设全台第一间便利快超市 扩大设置冷冻与生鲜结构专区 全家今天也宣布 开设第一间选品超市 导入冷冻生鲜等品项 锁定民众在家简单组的需求 来到便利超商呢 不是只有这个零食啊 还有糖果饼干 甚至这个文具商品可以选购 现在像是这个冷冻食材 还有生鲜肉品呢 也能在这里购买 就像是小型的超级市场 后鞋牛排或是牛肉片 还有虾仁鱼肉等各式海鲜 想要买个青菜杏鲍菇也没问题 超商多角化经营 增加来客率 就是如果他刚好在我会经过的路上 我就会觉得蛮方便的 现在超市的话都大部分离比较远 上班族这样24小时可以随时过来买 挺方便的 超商越来越多元 除了复合式更朝向超市化 同一超商瞄准亲自煮料理需求 首肩便利快超市 open out 扩大设置冷冻与生鲜结构专区 采前店后仓设计实体店铺 商品选择超过3000项 前家也锁定在家简单主需求 推出首肩Farmy Super选品超市 光是超市部分就有500款商品 12大品项 冷冻生鲜就占了大部分 莱尔负责携手中华民国全国渔会 推出国产施木鱼冷冻水产品 引进七尺海岛型冷冻卧柜 新鲜直送 选店主要会先以这个都会区来做个考量 那特别是在住宅商圈应该会特别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今年大概展店会到15家店 预估可以带动这个单店的业绩可以达到1到2成左右 加强与社区的连结 除了超商导入超市特色 吸引消费者 大型超市也走小型超商模式 像是全联加勒福等 超商超市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 新的零售业形态定人拭目以待 新唐尔雅台电视林玉堂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宏博社美中债券立查缩减 外资对中国十年期国债需求激动 金融时报 全球最大商品交易集团佳能可拨15亿美元 资助英国美国及巴西贿赂案调查 华尔街日报 英特尔宣布60亿美元并购以色列晶片商 日本产经新闻新增日本电装投资 台积电日本厂资本支出增至1兆日元 全球发展半导体带来经济效益 还有废弃问题 带您直击全台第一座废弃处理设备生产线 背后灵魂人物总经理吴宗学 是如何从半导体老将化身为全台废弃处理设备龙头 一起来了解 全球扩充半导体产能带来经济效益 但也制造大量的废弃物 其中包含废弃问题 半导体制程会产生多少废弃 从数据推估 一台废弃处理机约处理100公升废弃 假设一天运转20小时 约排放120立方公尺废弃 一个半导体厂有1000台 等于一天排放约12万立方公尺废弃 佛离子的排放浓度1000 根本不管 大概100个ppm的排放浓度 法规就开始定掉两个ppm以下 我从100ppm 要当到两个ppm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就经过很多人的努力 终于可以打得到 那么这些废弃该如何处理呢 带您直击全台第一座半导体废弃处理生产线 背气处理设备的核心段 选用耐古石的镍合金 以焊接最高工艺的鱼鳞焊 来雕琢衔接口 配合客户半导体制程达到 PM2.5标准 吴宗学成功开发 先进制程使用的背气处理设备 做到两纳米三纳米的话 你的粉纯颗粒粒粘 一定要小于2.5以下 非常大的一个门槛 我花了两年 用超音波二流体的技术 我们现在都可以达到九十几个% 所以他就下了很大的单子给我们 原是半导体老将的吴宗学 会踏入废弃处理设备领域 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疑问 有一天我下班 我发现奇怪 我车子上面怎么烤漆 然后一个洞一个洞 那一看就知道被酸性气力腐蚀掉的 吴宗学累积超过三十年经验 有多项专利研发五大类处理设备 包括电浆 燃烧 电热水洗 纯水洗及吸附触煤 重视研发的他 常年女工研院 核研所 交大 城大等 多间研究机构及大学合作 曾开发出臭氧处煤的复氧碳材技术 进一步应用在空气处理设备 踏入医材领域 重点都是一样 你测量处理不能直接排放 不能瀉落 不然都会对人体的伤害 希望将来能够跨足 这医疗器材领域的设备 继续开发 七十三岁的吴宗学 以诚信的经营理念 获得台湾半导体 面板等指标大厂青睐 下一步将获大版图 贴近临重生活 待您看到明天2月17号 星期四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上周出领失业金人数 英特尔投资人日 主计总处发布去年12月 受股员工人数 菲律宾央行公布利益决策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